随着2015年的脚步 毕竟我国也将步入建国50周年 各社区今天晚上举行了约50场大大小小的倒数活动 那滨海湾浮动舞台的大型倒数派对呢 也将以歌舞表演为我国的惊喜年庆祝活动拉开帷幕 我们现在就同在滨海湾浮动舞台现场的记者庄庆宁连线 一起来感染一下那里的欢腾气氛 请您 是的 主播 那现在这里的这个现场节目其实在晚上9点半左右就已经开始了 那现场呢25000人是坐无虚席的 那即使呢我们看过去对面的这个滨海湾金沙外 也是人潮汹涌的 那配合今年这个建国50周年庆呢 今天晚上的这个艺人呢 也会演绎过去50年不同年代的这个流行歌曲 那现在在我身旁的呢 那就是即将登台的新传媒艺人陈总江 我们现在就来向他了解一下那总江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表演环节 还有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音乐嘛 那我们的我们新传媒的八公子呢 是代表了90年代的流行歌曲 那我们是唱了很多男 我像团体的歌比如说Backstreet Boys Boyzone这些的那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 因为对我来说音乐非常重要 而且90年代的音乐让我想起中学的我 然后会让我想起很多以前的回忆 我相信等一下我们观众听的时候都会 狼狼散口的歌 好谢谢总江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那接下来呢 这个陈杰宜和孙燕姿呢 也会陆续登台 那今天晚上的压轴呢 也就是韩国的这个男生组合 Big Bang 那据我们所向工作人员了解 那其实有一些歌迷呢 甚至是在上个星期五就已经带着帐篷到现场 等候希望能够抢到最好的位置 和他们的偶像做近距离的接触 那其实现在呢 我们在欢庆这个新年的同时呢 主办方新传媒呢 也刚才也提醒了公众就是说 不要忘记最近发生的这个亚洲航空的这个空难 罹难者的这个家属 以及在马来西亚水灾中的这些 失去家园的这些灾民们 那新传媒也表示呢 会将今晚部分的这个收入 也就是大约也就是十万元 捐赠给新加坡红石智慧 支持他们的救援行动 我的报道就到这里 主播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记者 庄庆宁从滨海湾浮动舞台现场发回的报道